出发啦 现在打车到机场是82万笔锁 我说我用出租车加大巴的形式 也就是7200笔锁再加上1万笔锁 只要17200笔锁 是它的五分之一左右 所以重游接约成本 大家还记得我来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有两辆机场大巴可以到国际机场 一个就是在这个San Diego Shopping Mall 这里的 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机场大巴的停靠点 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 因为另外一个停靠点是在Nutibala酒店 就是靠近市政府旁边 Fernando博物馆附近 混乱与规则相交织的那一片区域 这个的价格是13000笔锁 我刚刚还说少了 那再加上我做出租车的价格7200笔锁 也就是2020笔锁 大概在人民币36块钱左右 而打车的话是80万出头一点点的价格 大概在140元人民币左右 所以就是一个4到5倍之间的差价 我们这些穷人还是来坐机场大巴 那我现在就上去了 走靠边的位置吧 可以看看山景 哇 从外观上来看 这一个机场大巴还是非常简陋的 进来还挺干净的 天花板也挺干净 普通的绒布面料的座位 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该有的空间也都有 脚的差板 其他就没什么设施了 现在是10点30分 车子几乎都是整点和半点触发的 所以乘坐公共交通就要完全考虑到时间 希望不要触发晚了预留充足的时间 现在我再给大家测一测 从圣地亚哥这个商场到机场的时间 时间到底是多少 我们又要出发 去加浪平海了 看看这上面 几乎都没有什么人 挺放心的 我个人感觉 对我来的时候坐的那个大巴 好像 要不桥线更好一点 还是我穿越了 四十五分钟就可以从市区中心到达机场 大家安排好时间哦 不过麦德林的这个国际是上海 小了吧 好简陋的国际机场 好简陋的国际机场 这次我坐的是Viva到Colombia的廉价航空 哇入座率还是挺高的 廉价航空都是一样的椅子 好像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FORFOR 我又选了一个普通人会觉得不好的数字 四排 FORFORFOR 好了好了上来了 不过不幸的消失 刚刚我不是行李又超重了吗 我不想付钱 就又把很多东西拿出来 装入我这个白宝带羽绒服 后来把我那个行李箱的锁的钥匙弄丢了 我想下飞机是要把锁扫开 还是把那个锁扣剪开 再说 第四排 靠窗 又是引擎的位置 会不会吵死 管他呢 反正坐前面还挺好的 喜欢靠窗的位置 哇今天哥伦比亚 麦德林的天气真好 前面两天都是阴雨天 我是不是和麦德林气场不合 我和麦德啊 待在这里的时候 天气不好 各种小意外 大意外 走的时候天气就变好了 好吧 人跟城市之间 也是有磁场吸引的 我跟墨西哥就特别吸引 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 国外的廉价和工 非常非常的平均 所以对于背包客来说特别好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常住旅行 而且有很多必需品 年纪大了有很多必需品 那就建议一定要在官网买 在行李的套票 虽然是比背包客的价格贵很多 但是这也是我们自己 要在这么多行李随身的 该付出的代价 记得有行李捆绑的话 一定要在官网买哦 这样子退票改签甚至增加行李 都是最最划算的 能选的位置也是最好的 享受的服务也是最多的